為什麼我們要舉辦《聖經主線追蹤2017》的全年讀經計劃呢? 其實我們知道《聖經》是一個大圖畫 但是很多信徒平時看《聖經》都是習慣式、金句式 就看不到《聖經》整個大圖畫 再加上有些語言、歷史背景的限制 因為我們生活很忙碌,平時沒有什麼紀錄去讀《聖經》 所以我們對於《聖經》的知識都是零零散散 很多片段式、金句式的記憶 《聖經》66段《聖經》 但是我們認識的可能只有很熟悉的幾段經文或者幾段故事 有些經文可能我們從來都不揭開 小鮮師的一些經文或者雅哥也不太知道他說什麼 這個《聖經》計劃是什麼呢? 我們叫主線大追蹤 主線就是聖經最重要的故事是什麼? 我們就行蓋新約、舊約 我們每天讀兩段舊約、一段新約 通過這樣我們全年可以把整本《聖經》通讀一次 有什麼內容呢? 有什麼內容? 當然第一,我們有一本《讀經日記》 《讀經日記》它每天把我們要讀的經文的概況 然後一個主線的絕要 再加上有兩條問題 一題就是幫助我們認識多些經文 另一題就是幫助我們反省生命 最特別的地方 我們每一篇都有一些圖畫 這些圖畫可以一方面幫我們思想經文 另一方面如果有些時候我們希望寫下我們的心路歷程 或者一些領袖呢 我們有心靈水語的地方讓你寫下 如果你不想寫字 你這次想游一下顏色 我們也可以用大家用採繪 用填色的方式來記錄你的心路歷程 除了《讀經日記》之外 我們還有每個月 不是 每季就有一次的讀經講座 就是按著你讀經的速度 大概讀到那些經卷的時候 我們會請一些講員 幫你們總結一下 或者是預計一下 你要讀那些經文 他會介紹一下整個經文的結構 等你讀的時候 你有一個線路可塵 另外呢 我們還有一個喜報禮 我們在12月31日 就會有一個喜報禮 希望所有參加者一起聚集 然後呢 我們有一個講座 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第一天的讀經 希望到時約你一起來 叫你弟兄姊妹 叫教會的牧者一起來參加 好 多謝你